英国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托尼海沃德将把处理该公司在墨西哥湾应急行动的职权 移交给美国籍指董罗伯特·达德利 董事长卡尔·亨利克·斯万伯格 星期五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了这番话 达德利是英国石油公司董事会成员之一 最近曾被指定领导英国石油公司新成立的灾难管理部门 另一相关的事态发展是墨西哥湾漏油油井的部分拥有着安纳达克石油公司 星期五指责英国石油公司在油井四月爆炸之前采取了鲁莽决定和行动 这家公司说英国石油公司的表现和做法可能构成严重毒职或者故意违规 但是英国石油公司表示坚决不同意这种说法 与此同时美国海岸警卫队上将泰德·艾伦说 英国石油公司星期四从墨西哥湾那口破裂的油井中控制住了两万五千桶石油 这一数字比先前的每日控制漏油的数字几乎多了一万桶 艾伦说每天这口油井的漏油量为三万五千桶到六万桶 这一数字准备了一万桶石油公司